在換腳之前一定要讓裁判看起來 會持續一隻腳鑿在地板上 太快 哈囉大家 最近奧運剛結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今年的奧運的進走項目 最近呢 進走這個項目呢 又在算是YouTube開始串開來 很多人在之前的進走影片 都有留下很多問題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特別要來就是 舉行一個進走大賽 等一下呢 我們就邀請我的來賓出場 那開始之前呢 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到底什麼是進走 然後進走當中有什麼樣的規則吧 首先在進走當中呢 有兩個規範不能犯規 第一個呢 就是不能屈膝 在進走當中不能有膝蓋著地 然後這個時候膝蓋呈現彎曲的狀況 那你腳著地這一刻起 膝蓋就要打直 如果有彎曲的動作呢 裁判就會給你一個屈膝的動作 一場比賽當中如果有三次的犯規 你就會被取消資格 那為什麼不能屈膝 是因為跑步當中 其實是持續屈膝的狀態 那進走呢 要跟跑步做出差別 所以在著地的這一刻 一定要打直不能屈膝 這樣看起來才不會像是跑步 而是進走 那第二種犯規呢 也就是騰空 在進走的移動當中呢 你要讓裁判在肉眼看起來 持續有一隻腳停留在地板上 如果你的兩腳啊 在裁判眼中看起來是同時離地的話 這個時候裁判就會給你一張騰空的犯規牌 那騰空跟屈膝 不管你是哪一個犯規 只要兩個加起來累積三次 一樣會被判取消資格 那騰空的動作呢 就是從你著地這一刻起 到下一次離地 要換腳之前 一定要讓裁判看起來 持續一隻腳著在地板上 這隻腳要離地之前 另外一隻腳要踩下來 才可以離地 所以在裁判看起來的眼中 你要持續走路的過程 都要有一隻腳 持續保持留在地板上 才不會有犯規的嫌疑產生 好 我們來賓已經來到現場了 待會呢 我們即將來一場史詩級的對決 待會呢 馮迪鎖會從這裡出發 我會從這裡出發 我們是一個用跑的 一個用進走的方式 看誰先到終點 第一場的對決呢 會是平路站 大約是一百多公尺 那我們今天的賽制呢 是三站兩勝制 大約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最後輸的人呢 會有一個終極大懲罰 那我們就開始吧 Ready 3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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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走對決 我再贏一場就贏了 聽牌了 怎麼可能 我跟你講 剛剛那一場他已經後面快沒力了 再給我長一點 這場你就完蛋了 準備準備 我剛顯勝耶 我到最後一刻才壓過去 你最後怎麼了 我口罩都是水 我一直吸不到氣 我看你腳後面好像有點拉到嗎 還是幹嘛 有點 突然就速度掉下 我覺得 我覺得贏你就沒有什麼好看的 就拍不下去 好 我們等一下最後一站 決戰繞圈賽好不好 我們這一站就到這邊 下一站 最終決戰 現在1比1 現在已經1比1了 接下來呢 是最神聖的一站 但為什麼要突然到室內 我要調 好喝的東西給你喝啊 我們這一站結束啊 輸的人就要喝特調飲料 但是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有什麼 特調的內容好了 好 第一個 紅茶 下一個要加什麼 加 鮮奶茶 當然加鮮奶 聽起來還正常對吧 那海鹽鮮奶茶應該也算合理吧 提味 因為我喝過奶蓋嘛 奶蓋就是海鹽 OK 那下一個你會加什麼 就是在提味2號 就是Tabasco 欸Tabasco很不錯耶 酸酸辣辣的 對 我那時候去針灸的時候 那個非常夠耶 最後再來加一個 那個 我們上次在做披薩的時候用的皮蛋 我覺得非常不錯 而且 這皮蛋已經從那時候放到現在 應該味道是更重 等一下我們輸的人呢 就會把這些東西打成飲料 最後一站 即將揭曉 皮蛋 我們接下來 一項一項加吧 來 紅茶 基底給它加下去 奶茶最重要的靈魂 就是這個 紅茶了 這個 奶都會點啊 直接再來啦 那這個Tabasco也不要 不要給它客氣了啦 夠了吧 這樣應該 我怕等下我自己喝到 好像你要喝啊不如我 好啊 多一點 上有蛋 開始放蛋 很小 最後啦 那個 那個海鹽奶茶現在很紅嗎 還是要來一點海鹽 Yes Johnny 好 魚 睡覺 vals 該是 好 卡皮拉斯 黑金鑽奶茶 完成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第三站的決戰地點 現在基本是芝山公園 但我們要比賽的路段呢 大概距離是230公尺 然後是上上下下而且超多 90度迴轉 所以等一下呢最後一站 輸的人呢就要上場那杯 所以大家就要喝卡皮拉的金鑽皮蛋奶茶 OK 等一下見真章好不好 我們就準備開始 你喝定了 Ready 3 2 1 太快 對 大家好 我到剛剛有很清楚 來一下 去吧 其實 是不是 我真的就要走 我真的要穿了 我真的要穿了 鬥手 因為我們在戶外不太方便 太近 所以我們就讓他自己在這邊喝 我們遠一點 之前苦瓜嘛 牙膏Oreo嘛 電話泡芙 報應都會回到身上 自作自受 自己去想一些奇怪的飲料 然後自己喝 我愛你 哇 因為這味道會動 好痛喔 好濃喔 我喝完了 喝完了 喝到口罩都掉了 其實還不錯啊 大家可以試試看